好在太医很快变道 知道这位是陛下心肩上的人 忙来看诊 交代了要用冰敷 太医又开了几幅方子 魏英这伤员也没什么要紧 多休养几日便好 只是太医瞧着陛下的神色 自是不敢怠慢 换了寝衣 魏英难得没有同蓝战志气 由着蓝战将自己安置在了他的寝殿 夜里临睡前 蓝战又让工人换了冰袋 自己则亲自替魏英上药 烛火摇曳间 魏英没头没脑道 陛下带旁人 也会这般好吗 蓝战微微差一地看了他一眼 手上动作依旧轻柔 直到怎么突然问这个 蓝战对旁人如何 对自己又如何 魏英心里明白 他收回目光 道困了 睡觉 蓝战一眼熄了烛火 小心着不去触碰魏英 蓝战之人第一次起 他就不自觉地想对他好 江南进贡的新鲜的莲棚 姑苏街头的花灯 御膳房送来的糕点 他就是想把所有的好东西 都给眼前这个少年 沉默一阵 蓝战道 献献 我心悦你 很抱歉 在我还不知道如何爱一个人的时候 遇见了你 他自初升起 便被立为太子 父皇对他寄予厚望 姑苏太子 尊荣无比 从来都是想要什么 便会有什么 从未有人敢忤逆他 可他不知 一味强迫 只会将心上之人越推越远 就如手中流沙一般 握得越紧 散得越快 他强求魏英 身边人从未告诉过他 这样不可 一国太子 看上谁 愿意对谁好 就是谁的福气 直到失去之后 蓝战独自一人 居于这华丽的店中 才忽而明白 爱一个人 不该是这般模样 谈及往事 蓝战语气中带了几分色然 线线 我带你 一直都不够好 魏英静静听着蓝战话语 道 蓝战 这是你第一次 同我说这么多话 蓝战亚然 就听得身边人诱导 什么事情都藏在心里 谁知道你到底在想些什么 店内重新归于宁静 夜深人静之时 心事总是最容易吐露 月光映在违障之上 蓝战忽而唤道 现现 嗯 外头大臣 又在请指操办选秀 你爱选 就选吧 同我说什么 魏英语气里带着几分古怪 蓝战小心翼翼将人搂进怀里 道 现现 你嫁与我 好不好 魏英人他报了 却道 我为何要听你的 蓝战揉了揉他的头发 指道 你先来 把地后的位置站好 其他的 我们以后再以 魏英不语 蓝战吻了吻他 哄道 嫁给我坐地后 好处可多了 江南的帘篷 街头的兔子灯 或者桂花糖糕 你想要什么 我都会尽力给你 我会陪着你 一起去寻你的家人 我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 就连我自己也不行 还有啊 这样一来 你的辈分就比爱允高了 现现 我们重新开始 好不好 给我一个机会 让我重新爱你 好不好 三月后 蓝战班值 江营帝后 孤苏皇帝要大婚的消息 很快便传遍了全天下 朝野议论纷纷 这位魏公子 虽说是出自清贵之家 但不少人都知道 魏英非魏是亲生子 如此身份 得孤苏帝后之位 总有些难以扶重 然而举朝上下 却无一人敢有异议 原因无他 当今陛下坐稳地位 从不需要靠外戚 陛下继位多年 素来不喜奢迷 此番却下了旨意 要礼部好好操办大婚事宜 礼部上书不敢怠慢 大事皆亲力亲为 陛下一时长盘问依二 不少大臣暗暗打着算盘 陛下记立了帝后 那么以后再要选妃也是 理所应当之事 哪知圣旨一道接着一道 陛下言此身为帝后一人 定不相符 举朝哗然 魏英不理会朝中如何议论 那些风言风语 从未有人敢在他面前言说 他算了算日子 取出早就备好的锦盒 难得帝带了两个暗卫 去了京中一所院落 温朝从西山军营中换房回来 已有几日 此刻正舒舒服服躺在院中晒太阳 见到魏英 他一咕噜爬起来 眨巴眨巴眼 道 老三 我就知道你回来看我 魏英笑着瞧他一眼 上下打量了这处院子 收拾得倒还妥当 温朝将魏英迎进屋子 还像模像样给他倒了杯茶 魏英喝了口茶水 道 你们在京城 一切可还安好 温朝连连点头 都好 都好 朝廷给我们美人 都置办了院子 淮桑就住在隔壁 只是眼下听说输去了 还没回来 军营里的将官都好说话 我每日带着小兵操练 可威风了 温朝叙叙叨叨说着 魏英只含笑一一听了 他知道 温朝心里一直想着当个大将军 扬名立万 他与兵法一到 也甚有天赋 如今算是个好归宿 魏英从怀中取出一方锦盒 递给温朝 温朝接了 欢喜到 给我的 魏英汉手 道 打开瞧瞧 温朝一眼小心翼翼开了锦盒 里头安安静静握着六枚夜明珠 温朝拿袖子一拢 夜明珠便发出夺目的光芒 温朝的眼睛亮了亮 魏英道 我听说你前几日生了一级皆贫 自然是要来喝一喝 原先那没此等的夜明珠 温朝社不得带走 特意留给了寨中的孩子们 他其实还挺喜欢这些会发光的珠子 说完了自己的事情 温朝又忍不住道 老三 你同咱们陛下 要成婚了 这是天下皆知 军营里也有不少在议论的 魏英淡淡应了一声 又道 我这次来也还有一事 大婚难日 我想请你们一道来 温朝自是高兴 想了想又犹豫道 老三 万一我们丢了你的脸 怎么办 魏英瞧他一眼 道 你们从前给我丢的脸还少吗 温朝不好意思地点点头 没敢答话 魏英丢过一块令牌给他 道 带上这个 那日不会有人拦你们 温朝珍重说好了 迟疑了一会儿 又道 老三 那你跟陛下 魏英和皇帝的过往 他也算略知一二 魏英看着院中垂柳 静静道 有时候 许多事情 也不必太完满 温朝咧嘴一笑 魏英能看开 自然是最好 庆国皇城 孤苏送来的国书 承在御岸上 漠然敲着手中茶盏 道 你怎么看 魏冰云略略翻过 道 孤苏皇帝即将大婚 这般排场 想来他很是看重这场婚事 他的目光落在最后 孤苏的地后 引明幻英 漠然又道 此番孤苏邀了我们去 大约是存了进一步修好的意思 如今两国有意交好 眼下正是好时机 魏冰云道 如此大礼 我还是亲自去孤苏 观礼为好 漠然汗手 朕亦是如此想 兄弟二人对视一眼 魏冰云又道 我过两日便动身 早些入孤苏 还能借机寻一寻阿英 漠然明白他的意思 道 朕会多派人手随你一同前往 此去孤苏 也切记要保重自身 殿中 魏冰翻着内庭 总管呈上来的大婚的遗程 颇有些无言 总管陪着孝后在一旁 陛下吩咐了 若公子有什么不喜欢的 立刻便要改 魏冰和尚手中张成 一时也不知说些什么 底下人便将总管 先引到偏殿喝茶 魏冰柔了柔眉心 对身边的蓝允道 不过成个婚罢了 这阵势也太隆重了些 蓝允不以为然 道 阿英 我皇兄这辈子 就成这一次婚 可不得郑重些 魏英被他的话逗乐 又塞了块糕点给蓝允 他忽而想起一事 问道 我听人说 此次庆国也会派人前来 孤苏与庆国两分天下 除开同北部低族的战事 两国间一偶有摩擦 甚少往来 蓝允点头 道 皇兄此番特地给庆国下了国书 一来 庆国已有意同姑苏交好 皇兄也乐得促成此事 二来 庆国来赫 这场婚事便更得天下看重 也不会有人敢轻视魏英 魏英喝了口茶水 蓝允继续道 灌庆国之意 此番他们会派一位王爷亲自前来 听闻是庆国的阎王殿下 魏英点头 若两国能就此修好 少动干戈 与百姓而言也是一桩善事 蓝允伸了个懒腰 又道 庆国那位王爷已经动身 不日便要抵达王都 远来皆是客 姑苏自会以礼相待 蓝允指了指自己 皇兄这次让我出营 可有的麻烦了 魏兵云是庆国太后的嫡次子 当今庆国皇帝的胞弟 身份贵重 字不必多言 姑苏由蓝允出营 顺理成章 他念了块糕点 凑近几分 神神秘秘道 听说庆国皇室向来出美人 我倒要看看 这传言是不是真的 两国先有来往 蓝允没见过庆国皇室倒也正常 魏英知道蓝允的脾性 虽平日里爱玩了些 于大事上却是稳重妥贴 蓝允拍了拍手上的糕点 道 我得去忙使臣之事了 就是这几日可能没功夫来看你 魏英点头 也没有留人 五日后 魏兵云的车架抵达姑苏王都 蓝允换了巢服 亲往城门口相迎 一百在风中飞舞 不少百姓涌上街头 看着这百年难见的两国亲王会面之景 蓝允道 阎王殿下远道而来 姑苏喜不自胜 魏兵云挑起马车的帘子 道 有劳端王殿下相迎 他的声音中带着几分清冷 蓝允有微微的恍神 这位阎王殿下 怎滴眉眼间竟有几分眼熟 不过片刻 马车帘子又被放下 蓝允定了定神 示意礼布又是狼道 阎王殿下一路舟车劳顿 且先随我们去使馆歇息 车队继续启程 随行士兵将二人护卫在中央 魏兵云稍稍挑起马车的帘子 瞧着前头那位神气十足的小王爷 眼中难得运了一分笑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